文章来源广告V 一个女人一个非常神秘的女人 在中文互联网各大平台上极其暧昧地徘徊游荡 此人就是傅小田 傅小田何许人业 赢妖 傅小田重庆人生于1983年 傅尚学时期就颇有几分姿色 据说追她的人一直排到了朝天门下边 傅不仅模样俊俏 还是妥妥的学霸级人物天资聪颖 据知情人透露 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部中的傅小田 在高考前的全市联考中排名第四 傅小田做人也很霸气 这种霸气体现在方方面面 例如傅在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 先是在提前批词单 填了当年录取分数线超过北京大学的外交学院 第一志愿也只填了人民大学新闻系 并且霸气十足地勾选了不服从专业调剂 作为过来人的父母对她严重警告并极力阻拦 她不得已只好随机选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英语专业 等到接绑的那一刻 傅小田才发现未进入外交学院提档线 人民大学没达到专业分数线 而且当年北京语言大学又有不收第二志愿考生的要求 傅家人陷入了举家悲痛欲绝的局面 然而作为天选之子命运曲折一点实属正常 当年重庆的招生政策突然更改 仿佛就是为她而变 北京语言大学没有完成招生指标 破例录取第二志愿考生 傅最终顺利进入北京语言大学 0.2 2006年傅小田本科毕业后 申请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生 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剑桥大学的丘吉尔学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 以培养高精尖工程师人才为目的的高等学府 傅小田作为语言大学的一个文科生 能够在理工科背景扎堆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获得硕士学位 足以彰显他的智商出众 2008年傅小田硕士毕业 顺利获得一家世界知名银行的offer 此时他原本可以顺利成章 成为一名叱咤华尔街的银行家 可命运仿佛转了个弯 一个偶然的机会 傅小田得知香港凤凰卫视伦敦站 在全球招募实习生 对从事新闻媒体一直有情怀的傅小田 果断放弃了银行的工作 成为了凤凰卫视伦敦站的一名实习生 随后的一切仿佛水到渠成 03 2009年傅小田加入凤凰卫视 任凤凰卫视驻伦敦记者站首席记者及站长 驻伦敦期间 负责英国及部分欧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新闻报道 时政点评 2011年 利比亚内战爆发 入职凤凰不到三年的傅小田 主动请英 赴班加西进行占地报道 战争笼罩下的利比亚 外来年轻女孩子 更是需要承担各种风险 傅小田凭借勇敢和智慧 采访了从反对派首脑到饱受战乱的平民百姓 对整个时局进行客观公正报道和深入透彻分析 由于采访视角与风格受到好评 被称为沙漠之花 同年底调生总部任高级记者 之后 战地玫瑰最美战地女记者成了她的标签 对于这些 傅小田孝说 我就是记者 不是美女 只不过是因为去了前线才被大家所熟悉 保加利亚总统罗森 普列夫内利耶夫 曾毫不掩饰地对傅小田说 你是我见到的最专业的主持人 2012年 调入凤凰卫视香港总部 升任高级记者 多次前往世界各国 担任特别新闻事件特派记者 和大型国际会议的现场观察评论员 英国王室大婚 他独当一面 用真情记录瞬间 利比亚内战 他主动请英 用真实定格历史 凤凰连线 他理性敏锐 客观全市进城 枪枪三人行 他一装一携 温情尽显 04 2013年起 担当风云对话的主持人 两年后兼任制片人 期间对话各国政要 对话嘉宾包括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 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 克里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 英国前首相戈登 布朗 伊拉克 时任总理海德尔 阿巴迪 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阿萨德等 颇有当年 号称代表整个亚洲的央视主持人 瑞承刚的意气风发的影子 2016年 傅小田的母校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决定以傅小田的名字 命名一座花园 成为剑桥历史上 第三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花园 上一位是金庸 上上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在别康乔徐志摩 2016年6月10日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举行了小田花园的正式命名 和建造启动仪式 当天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唐纳德教授女爵 I think Donald 与傅小田一起 在小田花园 种下了丘吉尔苹果树 当时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官方声称 鉴于傅小田在鼓励年轻人 投身社会生活 关心国家发展 激励学业精进方面的贡献 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慷慨捐赠 丘吉尔学院决定 今天命名傅小田花园 已是对他成就贡献的认可 据当时相关新闻信息介绍 花园计划半年内建成 届时将成为英国种类 最奇的丘吉尔玫瑰花园 同时也将种上中国的玉兰和牡丹 象征中英两国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园内两块巨石 居然是从中国三峡 万里迢迢运过去的 傅小田花园 这也是丘吉尔学院 有史以来第一次 以女性校友的名义命名的学院设施 比同样是剑桥大学著名校友 以在别康桥 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花园 还早了两年 05 后来 窦文涛在《腔腔三人行》节目中 对傅小田调侃 听说你在剑桥捐了个园子 傅小田一脸尴尬 想岔开话题 轻描淡写说 只是为了纪念一下而已 以傅小田的地位和成就 显然不足以让剑桥 为其数杯力赚 因此 要想获得花园冠名权 唯有通过捐赠方式 可是 剑桥作为全球顶级学府 根本不差钱 要想捐一个花园 这个数额肯定不是撒瓜俩枣 起码百万英镑起步 千万英镑也属常规级 而那时傅小田满打满算才工作六年半 收入难道如此之高 英国商业化程度比较高 做点捐赠 确实可以放东西 可是剑桥缺钱吗 应该也不是 剑桥虽没有哈佛有钱 但也相当富有 更为讽刺的是 2019年小田花园开园典礼 不少牛人出席捧场 其中 时任深圳市长陈如贵 也率深圳代表团到场参观 没想到的是 2022年6月 已升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陈如贵 以受贿罪落马 恐怕没机会 故地重游了 剑桥大学在英国是顶级大学 也是世界名校 杰出校友遍布全球 其中政治家 名人 富豪多如牛毛 剑桥大学 杰出校友 包括1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4名君王 15名英国首相 至少30位 来自爱尔兰 印度 澳洲 南非 东南亚 韩国 波兰 约旦等国家或地区的总统 总理 更有如牛顿 达尔文 坎斯等近现代科学的开创者 剑桥大学不缺钱 更不缺名人资源 和辉煌的历史 而傅小田的名气 成就和捐助比较而言 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他却敢于轻史留名 英雄面前不气短 其自信和虚荣 以及背后神秘的能量 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 不论是背后金主的操刀 还是凭借个人能力的捐助 对于年轻资浅的傅小田而言 本不必如此高调张扬 在2016年之后 傅小田的人生经历 简直如一路开挂式的飞速发展 傅小田在美国的住所 是一般人想象不来的豪宅 那是一套独栋别墅 坐落在加州纽波特海岸的社区 Saintide Crest 这社区不是什么人都住得起的 它以优美海岸景观 高端便利设施 和高生活水准而闻名 美丽的海滩 世界级餐饮和奢华购物场所 尽在支持 公开信息显示 傅小田所住别墅 占地0.5英亩 居住面积11882平方英尺 约合1100多平方米 有8间卧室 9.5间浴室 这些房间可能要挂门台 才能分清楚 还有图书室 办公室 会客厅 家庭影院 健身房 酒窖 和一个食车位的车库 此外 配有露天泳池和水疗中心 烧烤设备 草地区 以及一个适合户外就餐的宽敞露台 奢华程度 简直令人头晕目眩 2017年 傅小田获受意大利总统颁发的 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表彰其为两国交流做出的贡献 成为全球最年轻或此荣誉者 2018年 傅小田作为特邀嘉宾 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总部 出席中国欧盟世界遗产 和可持续旅游高级别会议 并发表讲话 2020年11月 傅小田获邀成为第48届国际爱美奖 最佳纪录片的颁奖嘉宾 同时 获得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称号 并登上2020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50人榜 同年 获得凤凰卫视最佳主持人大奖 同年 获邀担任2020年国际爱美奖颁奖嘉宾 2020年12月 傅小田同钟南山 郎亭 张文宏 金力群 黄征等社会各界著名人士 登上2020中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50人榜单 06 2022年产子后 逐渐淡出视野 只是在微博晒一些生活照片 其中也包括家庭照片 傅小田的微博 只于2023年4月11日 距今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再次发微博了 作为一名母亲 接候免不了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但晒娃还是要晒的 竟然耐得住寂寞 娃的照片再也不晒了 可见发生的事情性质至严重 而傅小田当初住过的别墅 目前估价1479万67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亿多元 月租金35万人民币 傅小田住得这么轻松惬意 需要超强的赚钱能力 才应付得了 去年4月 傅小田搬离该住所 人去楼空重归出使 随后该别墅挂牌出租 6月进入被租赁状态 房主不知何人 居住者也不知何人 因为目前傅小田去向成迷 岂究竟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没有人知道 微博也就此停登 尽管网友千呼万唤 他也迟迟没有回应 道德不许哪 有没有人 我可以不认识 我这次有什么 的事 我可以不认识 我可以不认识 这次有什么 我可以不认识 我可以不认识